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说 某民调中心做市长选举支持度的调查 访问了该市区 该区域选民 共完成了900个样本 这个是样本数 900个样本数 就是样本大小 样本容量 900个 他说在95%的信心水准下 他的那个有支持度是这个45% 就是有45%的人 这个是支持比率 支持比率是15% 就是0.45% 然后呢 他这个抽业误差 是正负呢 正负3.3% 那因为他是这个信心水准是等于95% 所以事实上 这个超样误差 3.3% 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两个呢 这个标准差 样本标准差 我们用S那一块 那他现在问说 信赖区间是等于多少 我们知道信赖区间 是等于那个 支持的比率 上下多少呢 两个呢 两个这个标准差 就是那个什么呢 误差 我要P加上得差 所以这个应该多少 0.45 这是45% 扣掉的话 3.3% 这个是7 41.7% 就0.417 支持度的话 介于0.417 要跟什么 加3.3% 如果是加的话 是384 0.483之间 就是说 他这个 这个市长候选人呢 他支持度 是介于0.417到0.48 这个4.8之间 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说 这个标准差 事实上是等于多少 事实上是等于 支持比率 乘以1减掉支持比率 除以 这个 样本容量 就是样本大小 样本大小是900分 那我们把它算算看 看对不对 这个多少 这个是0.45 支持度 0.45 不支持的 有多少 0.55 那两个加起来是1 除以900 那我们把它算一下的话 这个应该多少 0.45 乘以多少 0.55 那除以900 等于多少 2.75 乘以10 的复制方 给他开根号 0.5 所以是0.0165 所以是0.0165 就是这个 是等于 1.658% 那2s等于多少 就把它乘以2 乘以2 乘以2 就等于 3.3.3166%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是3.3 3.3% 3.3% 誤差 是正乎3.3% 这个是答案 这是他的信赖区间 3.3% 所以他这个题目的话 算是很简单的 他没有要你算这个 4.3% 他给你这个以后的话 你要会算这个 算这个算出来以后的话 代入这个 就可以把他的信赖区间 的话 给你算出来 不过他这个已经结底了